马太二十三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 这里耶稣又为到耶路撒冷开復 耶路撒冷多次杀后先知 耶稣这里用了我字 我多次愿意罪责你们 但你们不愿意 这里耶稣都是Claim他是神 因为他多次愿意罪责他 他只是说他在历史上一直存在 在历史上这么长的时间一直想罪责他 但他就不听话 所以在耶路撒冷安復的时候 看出他Claim他自己是神 也看到耶稣那种言文 虽然耶路撒冷不听话 多次杀后先知 但是依然呢 陈是愿意罪责他 接纳他这个是很特别的 好了 马太二十四章这里讲到末日 首先呢就是 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说 圣殿的石头会被查你 那门徒问的时候呢 第三节五十四章 第三节八节 门徒就问两个问题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发生呢 和世界的末日有什么异兆呢 所以问了两样东西 第一样呢就是 耶路撒冷的石头何时被查你 第二呢就是世界末日 那他们就以为两样就是一样 他们以为呢就是 耶路撒冷被查你就是世界末日 那耶稣回答的时候 是两样都有回答的 因为有些呢是牵涉第一次的 有些是牵涉第二次的 就是说世界末日 那耶稣首先就说到有普遍的灾难 就是文业公寒民国 要公寒国 多次都有饥荒地震 首先其实就说到有 假先知先藝 跟着这些灾难 那也都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呢 虽然说那些灾难呢 神是掌权 因为耶稣知道会发生的事 就是这些事都是神的掌握之中的 不是好像魔鬼德性那样的 比如对于大灾难呢 其实很明显是神主导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七日七号七门七雷 七雷七门 其实全部都是天使开的 那所以呢 7号呢就是高阳开的 其他就是天使开的 所以呢都是神主导 但是有些人就说 为什么神会做这些事呢 那我自己就觉得 就是令到基督徒只能够依靠神 能够依靠自己 在那时候 就可能在那时候 基督徒就会有大的 就是全心依靠神 所以会有大的復興 那些基督徒呢 也都在末期的时候 那些愚言应验的时候 能够作见证 就是说给人看 你看看这个圣 带牧日的宣傳 已经很清楚 应验了 那你们会不会 信耶稣呢 就是说给人看 这些愚言一直在应验中 但是在应验中 也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 他们可以被杀 但是在被杀的时候 神是会保守的 神是会保守基督徒 原因是因为 其实他们是不能够 因为圣经讲到 要买东西 是要有仇印和拜仇 但是基督徒要拜仇 就不可以得够了 受了仇印就不可以得够了 因为有三个天使宣告 第三个天使就说 谁受了仇印 他的份就在流浪的所谓 就没有机会得够了 那 即是说基督徒 他们不能够买东西 但是神会供应 所以在那时候 是一个很特別的时期 是基督徒只能够倚靠神的时期 那我自己对于大灾难 我是觉得 是 我知道很辛苦的 不过我又会觉得 是一个很兴奋的时刻 会看到神很奇特的工作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我没有听过人说这个话 多数人都说到 就是有些人怎么说呢 但是真是人受不了的 那真的是的 不过正经是 说了是我们要面对 那你们上网看我的文件 我也有很清楚识经解释 那这个经文呢 其实这个经文也支持这个 我们继续看下去 就说到有这些事发生 然后呢 然后呢 就很多基督徒会跌倒 那时 人要把你为陷阻患难 这里我没有给予你的经文 那时人要把你为陷阻患难 还要杀害你们 你们 你们要为我的民地万能 然后呢 那时也有很多人跌倒 也要给出陷害 给出人 就是说到呢 现在万国都要攻击基督徒 所以有些人问我 现在是不是开始大灾了 我说不是 虽然现在都有逼迫 但是呢 不是全部的人都受到逼迫 不是所有基督徒受到逼迫 你八万民恨户 全部的人都会恨户基督徒 现在这个事情是未发生的 因为未曾去攻击人 就是说在灾难前 早期就是 假先知 战争 加上陆基督徒有瘟疫 渺乱 地震 然后跟着下一步就是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是需要非常小心 非常之 就是 深信神的爱 神会保守 神是掌权的 有很多基督徒就会跌倒 而我发觉呢 很多的信息在这个世代 是没有什么人说 现在这个是月日的线索 没有什么人说的 就是现在这个疫情 虽然已经有几年了 但是没有什么人说的 他们只是说 其实刚刚今天我听到一个教会的信息 他就说什么呢 我们都不知道是在发生的事 那么我自己就觉得 这个肯定是一个警告 到底有多近的人呢 我不知道 不过我自己觉得真的很近 因为呢 这个世界的迫发生着 很多地方已经没有自由 这个灾难已经这么严重了 不知道去到什么情况 好了 那这里就是基督徒被迫发 然后呢 跟着发生的事呢 很奇异的就是 但是福音要传建普天下 因为那个经文是有讲到 你可以因为这里 大家可以开 开你的手机 看那个经文 马太二十四章 大家看到呢 就是 第四节开始 就是说到迷惑 然后呢 第六节呢 就说到打仗来打仗的风声 民要攻打民国 要攻打国有飢荒地震 也都是灾难的起头 由第九节呢 就说人要把你回行 就是患难 就是要杀他们 又要为我明白 万民恨户了 有很多基督徒就跌倒了 因为他们不准备好 就要给一些行为 给一些恨户 那我希望大家看到呢 就不是很仇犯了 而是呢 我相信 在神的手中 神是最美善 最大人的 我们因为捉住这个世界 所以觉得受害 其实到时候 已经不再紧要了 这些世界上发生的事 已经不再紧要了 那有很多假先知 得法的事 增加很多人的爱心 就 漸漸冷淡了 这基督徒 爱心冷淡 但是忍耐到底 必然不够 然后呢 这个风音要全占天下 对麦能作 漸漸有全占天下 就是14节 就说到风音全占好天下 所以 就在迫白的情况 因而风音全占天下 然后呢 就是 先知但也所说 和他说可真地 站在圣地 读者经的人 需要留意 就是呢 这个 基督的出现 他说在圣地那里 那里 那在 这里说到 猶太的 应该同道山上 在堂上的 不要拿 回家拿东西 那这一件事呢 可以是说 主后七十年的时候 主后七十年的时候 有山被毁灭 那就是 他们立刻叫他走 那但是到末期呢 都可以是一样的 就是这两个 两个事件都可以应用 就是到了末期的时候呢 就是 基督徒在耶路撒冷 因为那个地方呢 是基督将来会用的地方 所以呢 就立刻要走了 那然后呢 那然后呢 那一一节呢 就有大灾难 是从世界起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以后都没有的 如果不减少日子 那这一节呢 那这一节呢 这一节呢 那这节呢 那圣经也有其他经文 说到呢 没有人能够跟耶稣的手中 将祂的药折去 就是争得救的人 长久得救的人呢 呢 没有人能够跟祂手中折去 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呢 神是会保守所有的选民 被拣选的呢 是会得救到底的 刚刚有讲解这个教育 我讲过就是说 选民在于是一次得救 不是一次得救的 那些人一定是得救的 而是讲到 那些是长久得救 信靠耶稣到底的 这些人就是选民 不是他令到自己的选民 是神简选了的选民 而这些选民是会一定 会听耶稣说 信靠耶稣到底的 如果不减少日子 没有人能够去得住 但是我深信在那时候呢 因为耶稣有说的 你受逼花的时候 不用想什么 到时候呢 圣经会指教你当时的话 所以在末后的日子 圣经会教我们 那如果教我们说话 也会教我们怎么逃走 即是每些基督徒 一下子被人陷伤 是一定神的方法 叫他怎么逃走 怎样保护自己 怎样有食物 那然后呢 就说呢 有人对你说基督在这里 基督在那里 你不要相信 因为会假基督 假先知 显大神 职大其事 然后呢 第27节呢 就讲到耶稣回来了 那这里的经文 应该指到就是说 东西都一起见到 人都回来了 东方闪电呢 就用这句说话 就说呢 基督是由东方出来 不过 我很简单回答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 网上那些 中方闪电那些人 那些人 就是全神教会 整天都传东西 我不知道现在传得多不多 因为我封了他 他没有什么传给我 有一个曾经跟我说 我说 我请你做一件事 你将那个 你是不是还信那个女人 是基督啊 他说是 好了 那我请你将她的讲道 告诉我 我说如果真的 基督来了 他一定会讲到的 你将他的录音给我 他说那本书 我说我不是那本书 如果基督来了 他一定会讲 直接讲话 他一定会有录影的 他没有答案 其实很奇怪 这个女基督是人 是消失了 事实上 如果他现在还在世 已经很老了 他不见得人 就是已经一段时间 已经很老 还有很多问题 所以根本 根本没有现世的 很多人没有见到 很多人没有见到 他在网上 你找照片 你找到他的照片 不过是很久之前的照片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很假的中间 不过很多人都没有影响 好了 要讲到耶稣忽然间放任 然后那些灾难就过去了 这个大灾难就过去了 日头变黑 首先我想讲 由启示录 讲到三年变 是基督的时间 为什么会有些人说七年呢 他们就根据《但愿书》第九章 但《但愿书》第九章 是在讲基督的 我们现在不去查这个经文 上文是说基督 就是说呢 受高军会来 然后被人杀死一无所有 然后呢 他会与很多人坚立同约 所以这个他 是基督 就是基督 他们就说 不然间跳去吃基督 就是这些 灾难前被提的人 他们的看法呢 就是这个 这个呢 就是 敌基督 就是那些部分 是基督的 但是忽然间就说到 他有很多人坚立文 他就说这个是敌基督 你看全文的文字 是没有转做 转了做一个 就是敌基督的 那么他们就说 这个就是基督 在初头三年半 就跟全世界的人 在初头三年半 就是 我自己看清晰 我就不看到 一定是七年大灾 但是三年半大灾 就是那个 另外的三年半 是不肯定 是做到那些什么 就是他们就说 直到三年半 就跟那些人 建立行约 而三年半 就 就 带来这个大的灾难 好 接着呢 就是说到 这个灾难 29节 冷色日子的灾难 一个月头就变黑 一头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跟天上聚落 天气都要震动 就是说 整个天气改变了 人子的少头 现在地上 30节 地上的万俗都要哀哭 全世界 全世界一起看到哀哭 所以这个不是耶稣秘密 是公开的 因为有些人说到被提 就是秘密被提 就是有些人会是 不然间 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事情 不然间 坐着飞机 那个飞机司是基督徒 昨天是否消失了 駕駛车 那是基督徒 不然间是车撞车 因为基督徒被提 消失了 是秘密的 就是基督降临半空 那些人会拿走 不过这里很清楚 不是的 万俗 全世界的人会看到他 现在哀哭的就是基督徒 不信耶稣人 他就看了 他就体验人 只有能力的大荣 要见到天上的遗坏 就是说 在那时候 耶稣就会有充满能力 充满荣 要降临 万俗就会哀哭 所以这道经文所说的 就是大灾难之后 完了 耶稣降临 万俗就会哀哭 那他要差一事者 用普通的大声 将选民四方 从天下边到天下边都 之调 将那些所有的 这个选民 在新的圣经有 一同的经文 有讲到 不单止是犹太人 亦都讲到基督徒 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结人外的人 圣经有讲到 这经文 不单是犹太人的 即是基督徒 都是神的选民 神就将他的选民 天下边做天下边都 挑选 我们就可以和 木花果树学的比方 就是树枝派 如掌业的时候 你就知道下天陣 这个 有很多人说 木花果树 就代表以色列 但是这个是没有肯定的 耶稣就是说 好像木花果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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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代表以色列国 是 没有肯定的 没有肯定 有些人就是 木花果树 有овали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